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已经嗅出了味道 很有可能冲着我来 也会向着你去 二 据我了解 刑志军的经侦支队 已经成立了专案组 主要目标就是你 这我倒不担心 我不相信 刑志军会对我手下无情 对 扭牌 就是那两个孩子 八公门就是再讲原则 也不会孩子的爸抓孩子的妈吧 雪总是浓于水吗 只是 他现在还不知道 到时候就甩出去 让他知道 还有 雪山浩在暗中 和我们争夺民间集资这个市场 要小心麻风这个家伙 这个人比我还流氓 也许 会对你是手段 要不要我 怕几个人事也跟着你啊 我看用不着 我刘兰英在东都市 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 身边总跟着几个保镖 我怕人家会觉得 我干了什么亏心事 也是 那好 也就不勉强了 但是你自己 要特别留神哪 我知道 你放心吧 来 尝尝我的功夫茶 都凉了 好 尝尝你的手艺 快点喝 好 干得不错 跟你们俩说的事啊 好 刚才香港警方传来消息 黄一瓜在那边被人给杀了 这 这不是杀人灭口吗 肯定是对方已经知道了 黄一瓜被香港警方监控的消息 也许呢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比如说对方啊 早有运谋 把黄一瓜骗到香港 然后再下手 但我觉得啊 你们俩说的这种可能性 比较大一点 行对 会不会咱们的专案组里边 有他的内线 什么内线啊 那就是内奸 你还内线呢 什么内奸啊 你看谁像内奸啊 你别瞎怀疑人好不好 是 周军特意强调了 别让对手先乱了我们自己的阵脚 这样啊 你俩都留个心眼 别想我猜 你别搞了大家影响团结 是 这事呢 就到你俩回事 应该吧 那你俩早点回事啊 我去约看你早点上 来 您先问我去 老大给我回来休息啊 好啊 老板 这个女人我是知道的 她可是一个说得出 做得到的拙啊 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我会尽快把她解决了 那 您要怎么解决啊 这个 您就不用操心了 您 可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出了人命 公安局肯定会一场到底的 不会的 我会通知姚叔她安排 你不用担心 好 好 我知道了 好 嗯 周局长 患者的情况都被您说明了 这个病例还是有她的独特性 那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唯一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方法 就是 换生 但是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第一呢 患医之剩啊 包括后面各种那样的治疗费用 加起来 总共要三十多元 谢谢大家 我们会让家属知道这个情况 周局长 沟荣在医院也很配合我们医院的治疗 他在医院也很坚强 这我可以理解 我只是想 我们双方 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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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一下 因为郭荣的爱人 刑之君 正在办一件大案 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要是知道他爱人的病情 我担心 会加重他的思想压力 同时我希望 你们能够全力以赴地 挽救我们这位优秀干警的家属的性命 这是 谢谢 谢谢 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办呢 我这么想的 组织上不是答应 想办法帮助解决吗 至少他们能够拿一半吧 剩下这十五万 你我的工资 加上咱们的这些积蓄 然后咱们两边的情况还有 再凑一凑 十五万怎么着也够了 我算了一下 一年 顶多两年用不了 好 借了他们钱怎么着也还清了 这样的话咱心里也踏实 你觉得这样行吗 行不行 行 老公 好 放心吧 我支持你 我知道你会支持的 谁啊 小胡 喂 回来了你们俩 辛苦了啊 我 我等一会儿回去 好的好的 什么事啊 小胡跟刘刚等着我回去 归报工作呢 好 好 你不听我说 好 太棒了 好 我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得说 你的话 你得说 我来说 你得说 我来说 你得说 最近缺钱花吗 那点钱还提的干什么 我是问你最近缺钱花吗 手气又不好了吧 来吧 我这儿有笔无本的生意 看你愿不愿意做 快过来吧 我等着你啊 最近我朋友出了点事 是关于钱方面的 有可能会牵连到我 你打算怎么办 你会担心吗 担心又怎么样 不担心又怎么样 如果你担心我 我会突然消失 消失 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有一点 无论你到哪儿 都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看来你就是没有白疼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下一步 我让小六跟小胡呢 明天去查机场接送黄一瓜那个女人 我呢 想明天跟黄一瓜的家属接触一下 你看可行吗 可以接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用吧 就是你给的那些钱呢 妈这辈子用也用不完 你留着 该成个家了 妈 你跟我爸 好好照顾你们自己的身体 我的时候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放心 你这孩子 在外面啊 好好照顾自己 妈 我还有事 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你不跟你说了 我好想听 我别说了 说我突然的 他不死 我感觉 就是我 我感觉 不是 他不本当 你 终于 你 感觉还好吗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黄一瓜到香港之后 有没有跟你打过电话 你知不知道黄一瓜现在的状况 知道还是不知道 你能告诉我 谁把黄一瓜送到香港的 你看一下 这个人你认识吗 黄一瓜你都不认识了 黄一瓜 我说你装备有点过了 你自己丈夫你不认识啊 她被人害死了 你明白吗 我 喂 你好 黄一瓜 黄一瓜老婆那边的问题 我们已经解决了 这下 让你放心了 解决了 她被病了 被病了 反正那里已经绝对没有事了 黄一瓜的这条件 虽然出了几个问题 但您算被我们给回过去了 你看着我啊 你自己是谁你知道吗 自己是谁你都不记得了 你自己是谁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行队 我觉得她是装的 我觉得不像 那她这 医学上呢 倒是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啊 精神受到强大的刺激 或者说呢 受到外部撞击 可能都被导致失忆 有可能这种失忆是暂时的 也可能很难再回头 她说昨天人还好好的 今天就突然之间失忆了 突然失忆是挺奇怪的 那么会不会有人 通过外部手段 对她下手 或者说她被失忆 被失忆 她们家住在十几层楼 从窗外进来的可能性不大 唯一的可能呢 从这门进来 刚才我注意到啊 她们家门组轻微地被撬离了 那就是说 黄旗遭人暗算的可能性很大 完全有局啊 行队 我看见人 哎 什么 哎 出什么事了 哎 出什么事了 哎 哎 出什么事了 哎 出什么事了 你回到这门 你回到这门 衔盘 我回到这门 你回到那儿 好 什么人 我看那个人 就是送黄玉瓜去机场的那个女人 抓到了 好了 她为什么会在这出现 现在还不清楚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越来越肯定 有人进来过 同志你不是发现什么了 看见没 那这个不就是说明 它的确是被人失忆的 对 这样好吗 你先送她到医院检查一下 看到底什么问题 好 让他们保护现场 明白 你先送她到医院检查一下 看什么问题 可以 不用了 她不是 你是在这儿 和我 很长 很长 好 一点 完全 对 Då姐 我在黄一刮老婆家 黄一刮老婆现在突然失忆了 什么都问不出来 我让小胡火速送他到医院 去检查了 我觉得现在情况非常可疑 我判断 有人之前曾经进来过 我建议让刑警队 立即进入现场勘查 好 我马上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怎么就一夜之间 突然就失忆了 你接着说你的分析 我在小龙那儿 学过点心理学和病理学 加上我这么多年 干公安工作的经验 我觉得啊 被失忆的可能 完全会发生 喂 前方吗 是我 林立 我刚刚 路过黄义瓜家 我看见 警察正在送他妻子去医院 他的表情呆呆地 跟目击一样特别可怕 我看你是特意 去看一下的吧 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是老板让他病的 被病了 被病了也能病成这样 具体情况 我和老板也不是很清楚 是老板的老板 一手操办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这不是正是你需要的吗 有 敲牙痕迹 拍照留底 最后 拍仔细点 拍仔细点 都仔细啊 没办法 你等个口口茶 他一直都不在家 各种报警 是啊 就报警了 郁姐 刚刚他不报警之后 你一直都是在加工吗 对 我一直都在家 大概七点不好 大概十二点钟 你还打个几次 打了十几次电话 一直没人接 到底之后 你会考虑到有其他的后果吗 这个没用 这两个脚也很重要 把他们拍下来 这个也还行 好 张队 这里发现有脱落细胞 有脱落细胞提取器 提取 好的 喂 解放吗 我是灵灵 我还有话没说完 还有什么事你说吧 黄一光家现在已经去了很多警察 而且我这边好像也被人监视着 我跟你说别疑神疑鬼的啊 是真的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现在已经连家都不可以回了 我跟老板汇报一下 咱们下午见个面吧 好 那你说我们在哪见面 就去南山那个茶室吧 嗯 好 那我在这儿等你 哎 哎 朱三郎的人 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画像 正是那天 来住宿的那个女人 并给我们 提供了一些细节 我现在正在户籍处 对比了三千人的照片 那个女人叫于玲玲 太好了 小刘那有重大突破 我跟你说啊 州局正好在我这儿呢 你赶快回来 直接跟州局汇报 是 有突破了 总算是抓着一条尾巴了 我也觉得啊 这个女人 小姑子 行队 根据医生检查 的确是有人 给黄玉瓜的老婆 注射了一种叫 MK的药水 而这种药水 的确可以导致人失忆 你等一下啊 州局 小胡那边呢 有重大突破 经过医生检查 黄漆被人注射过一种 叫MK的一种药 是国外产品 可以让人短时间拾去剂 MK 你让他赶紧回来 当面汇报 我跟你说啊 你马上回来 正好州局在这儿呢 你当面跟州局汇报 是 问他刑警队的人到了没有 刑警队的人到了没有 刑警队的人到了没有 有 州局跟你说啊 你等一下 喂 小胡 你让刑警队的人接电话 好的 您等一下啊 珊珊 周局电话 好 周局 我是周峰 你是谁啊 我是刑队的王珊珊 请指示 小娃 你告诉你们张队 对黄一瓜的老婆 要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控 除了她的医生和护士 其他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靠近她 明白吗 明白 一定要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明白 你们张队呢 还在黄一瓜家勘查 那就你负责转达 是 你负责转达 那我就先回去吧 你就辛苦点 好 再见 来 好的 我知道了 小胡 你这么着啊 你继续在医院先盯着 过一会儿我派两个人 去接你的班 好 就这样 来 周军 我是张队 小娃已经把你的指示 转告给我了 你放心 我会照办的 我们现在的勘查快结束了 可以肯定昨天晚上 有两个男性撬索进来的 虽然他们的手法比较老道 还是让我们捕捉到他的指纹 和撬索的痕迹 你放心 我会尽快破案的 好 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来 周军 我喝杯茶 喝 我喝杯茶 喝 我喝杯茶 喝 周军啊 既然已经露出了尾巴 我们就应该抓住这条尾巴 走到他们前面去 那是 我们要再跟在他们屁股后边走 那就太没面子了 对 不过这个案子咱们不图面子 原来事情没那么简单 随着案情的发展 情况会越来越复杂 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条大鱼给掉出来 哪怕是咱们光着身子 下到水里放长线 只要能把这条大鱼给掉出来 那就是硬道理 周军 行队 你俩够快的 来 坐坐坐坐 没超速吧 绝对安全价 辛苦二位了 不好 周军 往来是辛苦兵快乐的 好 跟周军汇报一下 从户籍资料上显示 于玲玲 今年二十六岁 单身 高中文化程度 无职业 你去他们的居住地调查了吗 本来下午我们两个人要去的 你给我们叫回来了吗 有没有见过 有 前几年有过卖淫行为 后来被治安队处理过以后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生过什么状况 你们一定要到他现在的居住地 去详细地调查 特别是这几年 他的经济来源 和他的社会关系 是 经过我们调查 国际医药界还是有办法 能让这种病人恢复记忆的 不过 这种药很难买到 药名接下来了吗 接下来 这也就是 都是药名 这个 这个 我去办 做事 作主 我觉得啊 现在有必要对于灵人 采取的措施 当务之情 我怕这道现关系再断了 你是说现在马上拘捕他 对 你看啊 通过咱们发生了一些事的看 他背后肯定有一个 复杂严密的阻准 这些事单凭他一个人肯定干嘛 他只不过是上面的一个人 一个小小的地方 我也这么考虑 如果立即拘捕他 又怕第一他开溜了 第二他的后台老板 说不定又要顾忌重演 杀人没口 现在唯一可行的呢 对于令人采取秘密监控 对 一定要让他 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执君你看这个我们交给 还是他们俩吧 好 这个事就到你们俩为止 是 明白吗 是 明白 谢谢周局谢谢 你们刑队和张欣 是我的左右手 你们二位又是你们刑队的 左右手对吧 不不不不 周局 我们俩是刑队的谷底 是 我们俩都警校实习的时候 就是刑队一直带我们 一直带到现在 这小子真会说话 还来不错啊 挺能干 肯动脑筋又能吃虎 周局啊 现在开始欣赏你们了 继续好好干 是 是 辛苦大家了 过点了吗 咱们先吃饭 好吧 周局 饭我们就不吃了 一会儿还得安排于令人 就不公正 现在不该再偷了 好 来 林丽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久等了 老板没来吗 老板本来是要来的 后来有点急事就没来 我这不是来了吗 说吧 又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大不了的事 如果不是大不了的事 我会来找你吗 那好 又发生什么大大的事了 我看见警察 把他老婆送去医院 他的样子傻傻的 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是啊 有人让他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了 你怕了 连身体都搭进去了 老板对你也不薄啊 老板对黄一瓜也不薄啊 我知道 你是怕步 黄一瓜的后尘 是吗 对黄一瓜而言 老板对他也够仗义的了 这个你也清楚 老板可是费了很大的关系 才把他给救出来的 后来又让他出了劲 可是他一出劲 就让他从地球上消失了 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让黄一瓜人间蒸发 你答应了 你说呢 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黄一瓜的老婆去我家了 他在我家闹 我就给老板打了电话 然后 黄一瓜的老婆就废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那黄一瓜 到了香港 就被香港警方监控了 这个你知道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会有人向老板汇报 老板也是怕出事 只能向他的老板汇报 你想想 如果不让黄一瓜消失 他在那边要是出了事 首先咬的就是你 上面也是为了保护我 不得已才出自下策 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那对黄一瓜的老婆呢 也是为了保护我 上面既要保护你 又不忍心再那样做了 所以才费了很大的承担 只让他暂时失去记忆 上面说了 等以后情况好转了 危机过去了 会让他恢复记忆的 你们说得好听 是为了保护我 其实是怕我出了事 反正把你们咬出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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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